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否违反了美国的强迫劳动禁令 相关行动将包括扩大目标范围 实验室检测和重点执法行动 此举是更广泛的打击非法服装进口的一部分 此前美国工业团体 工会和两党议员已敦促采取取缔措施 从国外直接邮寄价值低于800美元的包裹 无需缴纳关税 美国海关也不会严格审查 2023年 约有11个此类包裹透过这种方式进入美国 其中大部分来自中国 据美国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同年的一份报告 泰姆和善很可能占了小额豁免发货的三分之一 密西根州奥克兰郡巡回法院法官谢利尔马修斯 4月9日对密西根州牛津高中2021年校园枪击案 枪手伊森克鲁布利的双亲詹姆斯克鲁布利 珍妮佛克鲁布利判处分别监禁10到15年 这对夫妇也是美国首宗因子女犯下大规模枪击案 而被追究刑事责任的父母 伊森克鲁布利的父亲詹姆斯 在感恩节周末买了一把9毫米口径的手枪 当作儿子的圣诞礼物 这把枪也为4天后在校园发生的恐怖大屠杀埋下伏笔 该起枪击案造成四死七伤 检方将克鲁布利夫妇描述成自私疏忽的父母 指他们无视儿子的精神健康问题 给他买枪而非帮助他 在针对这对夫妇的审判中 检察官表示 如果这对父母采取最微小的措施 例如枪盒上锁 或将案发当天儿子绘制的类似枪击暴力图案告知学校 那么他们将很有可能可以阻止大屠杀 西班牙首相佩德罗桑杰斯4月8日表示 该国将取消向在西班牙进行大量房地产投资的外国人 授予居留权的黄金签证计划 从而使在西班牙获得经济试用房成为一种权利 而不是一种投机行为 黄金签证向在西班牙房地产投资至少50万欧元的非欧盟公民授予特别许可证 允许他们在西班牙生活和工作三年 桑切斯说 如今 每100个此类签证中有94个与房地产投资有关 在房地产市场面临高度压力的大城市 那些已经在那里生活 工作和纳税的人几乎不可能找到像样的住房 他说 外国人买房集中在巴塞罗那 马拉加 阿利坎特 巴伦西亚 马德里和马略卡岛帕尔玛等旅游中心 根据透明国际2023年的一份报告 中国投资者是货批最多的群体 其次是俄罗斯投资者 房地产网站idealista的数据显示 西班牙三月份房价同比已经上涨7% 但该网站发言人表示 西班牙的住房问题不是由黄金签证计划造成的 而是由供应不足和需求激增造成的